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快要去洗脸卸妆了 我就突然想到说点什么 然后我就想 我女儿在睡觉 我就想到再说一下我们家那个房子里面的几个零 基本上来说就是我们家房子里面固定的 床住的有三个 来来会会流通的 那我就不知道多少个了 没说过 有些吧 我感觉它是可以 就是 不让你看到吧 应该 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这个本领的 而且像我去感知的时候 我不是说我用肉眼看到的 我觉得是用脑子里面的一个眼睛 或者说什么看到的 我平时我是关着它的 因为太烦了一样 你一天到晚看着多烦 然后我们当时找房子的时候 我是 我是 怎么找来的 我们看了三套房子 对 看了三套 三四套房子 最后我选择我现在住的这家 我现在住的这家 有点神奇的 这是我们这个屋子 它是整状楼里面最便宜的 比别人要便宜大概25%左右 对吧 然后日本这边啊 它是 就是小区里面都会有墓地 就是 它墓地是跟活人跟死人都活在一起的 反正啊 都都都都在一块 这个无所谓的 我们家旁边就是 就是 而且它有看管的人的 我们家旁边那个时候看管的人的 我们这个 这个屋子就是 就是隔壁就等于说是隔了一点点吧 就是看管那股人的那个小别墅一样的房子 然后基本上啊 然后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当时就是进来的时候我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 嗯 当时我知道这个价格怎么便宜的 而且他们没有说是什么问题 问他们为什么便宜 他说是 以前住的那个人投诉说二楼 二楼太吵了 二楼住着那个 我们住一楼嘛 然后二楼住的是 一户人家 两个小孩 但是 根据我住下来 我觉得没有太吵 我老公也说不是太吵的 除非那个人特别敏感啊 或者说他 嗯 就是感觉对这个屋子感觉不是太好 或者说他有其他个人原因 反正他搬走了 反正我觉得我还是能承受的 就是 唯一一个不好的我想要看 就是 我们厨房里面有一个常住的 嗯 然后他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啊 那个食物烧好啊 如果放在锅里面不沉出来 大概很短时间两三个小时就坏掉了 吃了东西 所以 这个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其实有一点影响的 不过还好触碰我们也不是常呆 那呢 他要呆着呗 对吧 然后有个老太太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啊 就是 那个就是 经常在的林跟他死去的地方是有没有关系 我不清楚 如果是有关系的话 他可能就在这个屋子死的 因为 我们这一层楼 就是原先啊 都是住着那个房东的那个亲属 现在还有他亲属住着 就是这一层就是 就是 反正这整座楼都是他们家的 他们一层就是他们的 就是自己 自己人住 后来现在好像慢慢租出来了 租给租给外面的人了 然后 然后日本这边啊 你去问中间 哎这房子为什么算便宜 没有什么问题 他肯定不会跟你讲的呀 他他没有这个义务的 他除非你是 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有凶杀啊 OK 然后下一代 就是 就是 来租的那个人 下一户来租的人 他给他来告诉他 但是 下下活他就没有义务告诉他 那有些他们就说自己先 自己先找个朋友啊什么的 先租一租 然后再再再弄出来 再再租 那也 根本就没有必要再 告诉后面的人了呀 对吧 就是很巧妙的都可以躲过 都有各种办法的 嗯 我还去我跟我老公啊 我去年的时候特别想搬家 然后我还跟我老公去那个中华街 算命的那个 一个老大爷呢 我们还 就是算了一下 因为 哎呀 日本搬家特别贵 大概要 好多钱呢 好几万呢 搬一次家 好几万人民币啊 搬一次家 然后 然后那个 那个老大爷就要让我别搬 他说 他说这房子是忘我的 叫我别搬 哎 那我老公当然开心了 哎呀 剩钱了 就就就就说 哎 那就先搁置吧 先别搬吧 嗯 然后 啊 啊 啊 对了 还想说 我都没有打草稿 所以我收到的就是拿了啊 然后大家如果挑房子啊 你你特别担心这个房子里面如果有不干净的东西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这样子去看房子的时候啊 你一个人独处 就是那个房间你一个人在那儿 你 一个人闭上眼睛 然后闭上眼睛之后你就 待一个 三分钟 你如果待得住 OK 你就住 你待不住你就不要住 你就三分钟啊 你就手机开始计时好了三分钟 然后 然后你就待着 全程闭上眼睛你感受一下 如果你你 就是撑不住一定要不张开眼睛 甚至有想逃离的感觉 你赶快就不要那个了 不要做 啊 就就这么个小技巧吧 然后 嗯 还有什么呀 应该没什么了吧 嗯 租房子还有 看房子 哦 房子很重要的是一个光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整体一个光照很重要 嗯 通风 其他还有什么呢 其他应该就没什么 其他就是根据你经济情况自己来看 其实真的如果租到那种 那种 那种 前面有人死的屋子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你要一点要小心 你不要租那种 前面的人是自杀的 自杀的人啊 他的灵啊 死了之后啊 他会继续继续的 怎么说呢 去死 然后甚至会拖了别人去死 所以 所以说啊 那什么 自杀自杀的人的屋子 不能租 嗯 其他好像还好 最凶的嘛 就自杀的灵了 其他没有什么了 嗯 好像没有了 嗯 好 也蛮长的 讲了七分钟了 好嘞 嗯 有什么新的 哦对了 这周六啊 这周六嘛 那个就是那个 一个灵性的那个咖啡馆嘛 他们有活动 我去 我想去看看 说不定有什么好玩的人 有意思的人 跟有意思的事 嗯 这种共同的爱好 是其实很容易 结交朋友的 特别是啊 你别说是 中国人跟日本人 跨民族了啊 你就算是中国人 跟中国人 现在成年人在一起 你也很难是交朋友的呀 对吧 那 成年人呢 毕竟有一定的一个 怎么说自己 会给自己住起 住起 墙啊 范围啊这种 都会 很容易就是 到不同 不相为谋嘛 你就所以你就 最好的就是什么 就是 共同的兴趣爱好 嗯 然后我 我打算礼拜六去 去这儿上去那儿 大家一起聊聊 也许我听不懂 他们的说什么 试试干呗 嗯 OK 拜拜